朝鲜星期三发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 引发邻国日本的高度的关注 日本历来把朝鲜的军事看作是对本国的威胁而严加的警惕 这次日本政府对朝鲜发射导弹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舆论的反响又怎么样呢 我们接下来就连线VVA卫视在东京的特业记者小玉 请她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小玉你好 小玉你好 这次也和每次朝鲜发射导弹一样 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与关注 那么今天星期四日本的主要大报 朝日新闻 独卖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 美日新闻等 都发表社论或是评论 谴责朝鲜发射导弹并且表示了警惕 同时开始分析朝鲜发射导弹的目的何在 有的认为这次发射导弹时间与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荷兰举行的美日韩三边会谈的时间几乎是同步 为此呢 这次发射导弹有可能是针对这一会谈 还有的分析认为呢 这是向美国发起的挑衅 目的是要强迫美国与朝鲜进行对话 那么日本政府呢 也立即做出了表态 发射导弹的当天星期三 日本政府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呢 向朝鲜政府发出了严正的这个谴责和抗议 那么日本的防卫像小野四五点呢 也表示朝鲜发射导弹 对日本的安保来说呢 是需要严加关注的动向 正在荷兰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也立即发出指示 要求有关部门呢 迅速收集情报 来分析这次朝鲜发射导弹的意图 但是在这个同时呢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 尽管日本政府也表示出了与以往相同的强硬立场 但同时呢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令人很意外 就是要如期举行日朝狙击协商 这个协商预定在本月30号 31号在中国北京举行 那么我们知道2012年朝鲜发射导弹的时候 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呢 决定延期这个狙击协商 而现政权 安倍政权选择的是与朝鲜进行对话 小旬 1 2 2 3 感谢观看